我们能以宗教之名将战争合理化吗 任何战争从来没有以佛教之名发生过 纵使为了保护宗教或者他自己的生命 佛教徒也不做侵略者 他必须尽最大的可能避免任何暴行 有时可能会被不尊重佛陀忠谷的人强迫而战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应该责备他的行动 假使每一个人追随佛陀的忠谷 这个世界上是没理由会发生战争的 每一个有文明的人都有责任去寻求所有可能的方法 来以和平的态度解决争 不需要宣战来杀陆同胞 佛陀从来没有教他的跟随者向恶势力投降 不论那个势力是人或者超自然者 还是自然界的力量 疯狂的军备竞赛必须停止 我们必须设法建立学校 以代替巡洋艦队 建立房屋 以代替建立作战工事 开农场 以代替开军事基地 创办医院 以代替发展核子武器 很多政府花费一大堆金钱 和人类无数的生命在战场上 应该转用起建设国家 以提升生活水平 这一个世界不会有和平 除非人和国家肯放弃自私的欲望 放弃种族的自大 和跟着自利的佔有欲和权力欲 财富不能够担保幸福 唯有宗教能够有效改变人心 并在人心中解除唯一真正的武装 所有的宗教都教人不要杀人 但是好不幸地 这个重要的戒条 传统上都被人疏忽 今天 人们用现代武器 傾黑之间 就能够杀害被古代野蛮的人 杀了一世纪这么久的人还要多 好不幸 某些国家的人们 将宗教的招牌和旗帜 带入了战场 他们从未想到 他们正在颠污宗教的领域 我们能够因为这样说 在过去2500多年来 佛教从来未曾造成任何严重的不协调和冲突 而导致宗教的战争 这个不能够不归功于佛教强而有力的特性和容忍力 在《中阿含经》里面 佛陀说过 彼佑们 国王与国王争斗 太子与太子争斗 宗教师与宗教师争斗 人民与人民争斗 母亲与儿子争斗 儿子与母亲争斗 父亲与儿子争斗 儿子与父亲争斗 轻与弟争斗 弟与子争斗 妹与轻争斗 朋友与朋友争斗 以上种种 其实都只是由于贪欲